为了避免资讯不对称,造成股价波动 证交所将从这个月的15号开始 实施讯息面暂停交易机制 也就是说,当市场突然出现一些讯息 或讯息不对等的时候 业者可以申请暂停交易 让市场冷静,也能够减少内线交易的疑虑 近来企业并购消息频传 不少股民不知是该出清手上的股票还是该买进 为了避免资讯不对称,造成股价波动 证交所将从这个月15号起实施讯息面暂停交易机制 也就是当市场突然出现一些讯息或讯息不对等时 业者可以申请暂停交易 让市场冷静,投资人有时间充分消化讯息后 再恢复交易也能减少内线交易的疑虑 当爱公司预计在某日召开董事会时 但决议事项涉及包括合并分割收购 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或其他对股东权益 股价会造成重大影响者就必须在前一个交易日申请暂停交易 等决议公开讯息面离清后即可在四个交易日申请恢复交易 而暂停停止交易以一到三个交易日为限 但如果是发生重大事件 可在当天早上七点半前提出申请 暂停交易之后等整个谈判的事件已经告一段落 大家对资讯也更透明的时候 再恢复交易 对整个市场相对是比较比较公平的部分 资讯交所强调此机制是参考香港新加坡 纳斯达克东京及纽约等交易所的规范 符合国际潮流也能避免资讯不对称 造成股价波动引起投资人的恐慌 记者为了林国航特报道 劳退救治的足额提拨制度 在今年正式上路 未来每年的三月底之前 雇主都要帮当年符合退休资格的救治劳工 提拨足额的劳退金到专户里面 要求政府主持公道 这是2012年的经国立案 当时劳工因为雇主恶性倒闭 因此领不到退休金资遣费而走上街头抗议 但类似案件不止一遭 像早期官场工人 还有后来的华龙案 融电案都是这样的状况 因此劳基法通过修法 从今年开始 有救治劳退年资的企业 在三月底前必须要提拨足额退休金到专户 我们法令规定是 它只要是一年退休的 一年符合退休条件的 所以我们大概初步算起来的 应该是128万 或是现在的126万里面 大概只有33万的劳工 救治劳工它是符合退休的条件 那算起来它要提拨的准备金 大概是4000亿 不够的差额的大概是1900亿 劳动部表示目前还有三成 大约39000家企业 得在三月底前提拨足额 将会继续和各县市政府来辅导业者 但有工商团体却认为景气不好 现在又要一口气提足额 会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 尤其是中小企业 因此决定要上书行政院 我们是希望说是 三年内要退休料提到位 那第二点我们就希望说 这些退休金的提拨 应该由公司自己管理 就是资金才不会被冻结死了 要每次都把中小企业拿出来当挡箭牌 也就是说这是依法他们必须要做的 过去如果他们都做了 现在就不会有立即 一大笔钱的这个问题 针对资方提案 劳工代表认为还是要依法提拨 保障劳工权益才对 而劳动部坦言 如果工商团体要翻案 就得重新修法 相关的配套和条件也必须重谈 因此可能性不大 记者曹云长 想谈报道 油价下跌 最快这个月底 公路客运可能会降价2.5% 不过业者表示 虽然油价跌 不过人事 厂站 汽车耗材 全部都在涨 所以客运工会 已经向公路总局提出了调涨方案 希望票价能够再涨7% 油价不断下跌 但民众搭客运 省荷包的期望 可能得落空了 客运也已经向公路总局提出 涨价7%的方案 因为除了油价跌 厂站的租金 轮胎耗材等成本飙涨 人事费用更让业者大喊吃不消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 这个司机都闲置 那么我们就要让他休假 但是礼拜六礼拜天 连续假期 都要1.5% 业者表示 每次油价跌到费率的标准 公路客运都有配合降价 但六年来 却没有检讨过其他的成本 这回才会提出涨价方案 不过公路总局表示 油价才又刚达到降价的标准 到底是要先降后涨 还是两岸同时进行 还得进一步研议 根据上个月的柴油均价 公路客运基本费率 已经可以降2.5% 依照不同的路线 算出来可以降几块钱 到13元不等 原本要降的票价 现在业者又提出要涨 是否脱钩处理 最快月底就有答案 记者林政武吴家宝台北报道 新北市有民众 不满楼下的邻居 常常在家里头的厕所 以及后阳台抽烟 二手烟经由公共管道 漂到他的家中 愤而提告 法院判决胜诉 楼下抽烟的邻居 久了要赔偿将近两万五千元之外 还必须不得再将烟味飘进他的家中 成为了全国首例 为了避免二手烟害 室内的公共场所是全面禁烟 不过民众想说在自家抽烟就能免罚 那就不一定了 在新北市的一座社区大楼内 有一名住在五楼的晨曦女子 不满住四楼的洪姓父子 常常在家中的厕所和后阳台抽烟 导致二手烟中的有害物质 经由公共管道漂到家里 他气得全面搜证 并提出排除侵害的诉讼 结果获得胜诉 红姓父子必须赔偿近两万五千元 二手烟长期曝露的一个结果 也会造成这个原告身体健康严重的危害 因此本院认为说 红姓父子他们抽烟 产生二手烟的一个情形 已经不法侵害到原告的健康 以及居住安宁 红姓父子不只得赔偿 还被法院判决 不能再将烟味飘进成性女子的家中 这样二手烟净飘令的判决 也成为全国首例 其实在社区内 一直都有贴出禁烟的公告 但类似的烟害问题却不少 对于在自家抽烟 挨告叛陪的案例 住户的看法不一 这起禁烟令的判决 一旦定烟就可能成为判例 未来抽烟的民众可得多谨慎了 记者蔡惠林秋福财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